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收看网视频,我是Yammy 这几天热浪集人,气温移下都三十几度 另一方面,一股凉烈的家风却泊面而来 市民并火两重天,真是有苦自己知 Lella,五间专营巴士公司 在去年1至9月以新冠疫情下,应温困难为由 能流入止加价,其申请作业获批 其中新大悠山巴士原先申请加价9.8% 最终获批加7% 其与四间巴士公司的五个专营权 继及豁免隧道费基金的舒缓作用后 获批加幅相对减少 例如新巴、城巴下的港岛及过海巴士线 申请或1加2元 获批加价4.9% 教巴申请加9.5% 必须资准加3.9% 农运申请加8.5% 获批加4.2% 至于城巴下的机场以及北大渔山路线 原建议加23%至50% 最终获批加价4.2% 新租费由6月18日起实施 巴士公司今次加价幅度由3.9%至7% 明显高过通胀 本港4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增加2.1% 本来已超过预期且高于3月同期的1.7% 现在巴士排阻队加价 既乎肯定将人气骨牌效应 进一步退高通胀 市民荷包 无可避免进一步缩水 欲加之价 何弯无辞 市道差 生意不好 要加价 家长服尚 又说要加价 总之就是 共是我赢 智就你输 最离谱的是 面对公共事业的加价申请 政府不单止黄大仙有求必认 还发生企业代言人 解释加价幅度如何温和 如何感可负担 永远站在市民的对立面 巴士公司加价幅度跑赢通胀 政府大开绿灯 社会要求在两电加电费幅度限制在通胀以内 官老爷就退三阻试 说会影响电力公司投资意欲 那为什么巴士公司加价超过通胀 又不怕影响市民出行意欲 说到尾 其实就是 店大欺客 你帮礼文嫌贵 便走路上班 总之我共交公司 少赚一个笨都不行 共交公司就是看尽这一点 所以好像约在一起伴回家 官老爷为巴士公司加价护行的 云云奇谈怪论中 最令Yammy大开眼界的 是有人说调整车支 有助巴士公司提升服务质素 大家姑且又看看巴士公司的服务质素如何 五港班次塞落甚至整日脱巴尼笔 涉及巴士的严重意外也是层出不窮 今年3月 一两狗巴在城墙倒撞博 车身倾斜45度 44人受伤 4月又有一两狗巴在官堂 撞到一名正在过马路的老佣 将他卷入车底 送院后不治 巴士司机 涉危家被捕 几日前一两接载 将棍路电视成员工的非专理成巴 原环保大道 皇宫业串方向行驶时 如一两货车发生碰撞 巴士半边斜玻璃粉碎 盛客大惊失色 类似意外 不胜梅举 按照高官 巴士加价有助提升服务质素的逻辑 难道之前市民坐巴士免费的? 两电大幅加电费 市民怨声在道 官老爷又是拿供电稳定性说示 现实却提 前阵子港灯因为低级错误 因此港都大停电 竟然可按机制获政府补贴奖励 激起社会哗言 平心而论 价格有助提升服务质素 并不是全无道理 但做戏都要做全套 是否服务质素不达标 就显示有关机构 不值得收那么多钱呢? 正如香港班高官 申筹福利、朝应港美 但提供给市民的服务 值得多少分? 高官阻以待币 前币的币 却永远不想问责 香港沦落到今天这样的田地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大家是觉得 赶紧搞错 一定是发生 投片告诉我们 多谢收看